歡迎 我們現場有人超前部署 要問一下這個H 之前就是天天喝酒殺菌 這個防疫 那真的疫情來的時候 你有做什麼新的方法嗎 我現在來到這邊我才發現 製作單位跟我Re搞的時候 他問我說有沒有做什麼防疫的 特別動作 是 我就跟他講了我一天的作息之後 他說老師就是你了 原來我現在做負面教材 你今天是對照組 但沒有啦我覺得唐老師剛剛講得非常 沒有道理我也很認同 我也是不共餐不共育的 我吃飯的時候也是都旁邊 對面不會有人 你一個人他跟誰共印 周老師你就清楚講出來了 因為我一個人生活嘛 但是我有啦 我特別去買了酒精的那個 噴霧回來洗手 我自己我覺得比較做 比較特別一點 跟大家不一樣可能是我的口罩 是反覆不斷地使用 用到繩子斷掉為止這樣 你在說什麼 口罩反覆使用 不是這樣子嗎 你這個用多久了 這個已經戴第六次了吧 第六次 第六次 怎麼得到 你找過什麼路線 不 我的理論是這樣 為什麼 口罩是要常常換嗎 我知道 我的理論是這樣 因為你要去買口罩 你會增加你去跟人家接觸的機率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減少去 出去買東西的機率 那所以呢 口罩呢我就盡量是 帶回來之後 我就放在某一個地方 面朝上 我就不去碰它嘛 病毒不會自己跑出來啊 人家一次都買了一整個冷凍櫃回來 你買其合是有什麼問題 我有放 我有放 我的意思是 你總是要慢慢用啊 對 我就是盡量減少去商店的機會 只是這樣子 那你不怕把外面的病毒帶回來 放在家裡 有可能會帶回來 所以我就面朝上放是啊 然後要出去的時候 我這樣在面朝上再戴上去啊 有點牛仔褲的概念 因為永遠不會碰到我啊 這樣不是很棒嗎 然後等到斷掉了 我這一條可能可以用到 一個月 兩個月左右 那我也不小心碰到呢 不會 我都很謹慎 很謹慎 那我們口罩可以用很多次嗎 不行啊 我的口 我們家的口罩 我最怕的就是 就是這樣子 像我兒子 現在不是 噴射車來嘛 叮咚叮咚的來了嘛 不是要去倒垃圾嗎 倒垃圾你會想 糟糕忘記了 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嘛 那就是戴了 他就拿了口罩 因為今天沒有出去 拿一個新口罩戴了 那戴了出去倒個垃圾回來 他這個口罩 他就有留起來 他說那個口罩要丟掉 他說不是只有去倒一個垃圾而已 為什麼要丟掉 我說你知道那個倒垃圾有多少人 那垃圾有多少 你出去倒垃圾 那是最髒的地方 你還把口罩拿回來 我們大家要在家裡 因為我們在家裡是沒有戴口罩 口罩要在家裡 雖然是群聚 但是因為在家裡 真的是沒有戴口罩 那你那個口罩這麼髒 從外面就剛好 你什麼都倒掉 就拿一個髒的垃圾 倒過垃圾以後的口罩回來 所以我就叫他要丟掉 他就一直說 那這樣子丟掉 我們家六個人 要怎麼樣才能丟掉 你知道我買幾個你知道嗎 買六十個 我六十個 你看就是這樣 囤積口罩了 不是 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 因為我覺得那個口罩 對我來說 我沒有 剛剛沒有包包 我在包包裡面 我起碼一個包包裡面 換二十個口罩 我沒有戴錢 不怕 沒有戴口罩我會怕 你是出來不回家嗎 沒有 二十一個 二十二天 沒有 就是因為 我曾經有看到 有一個人在捷運上 他沒有口罩 那他不是他不戴口罩 是他忘記戴口罩 結果他站在那裡 那個捷運的那個什麼 一定要叫他 趕快要下車 那那個時候我就說 因為他就說 我忘記了 我就趕快從我的包包裡面 拿個口罩 因為我口罩很多 那是很好心 真的 那個是 還沒有疫情 還沒有真正爆發 那個時候 所以我已經養成習慣 我的口罩 是每個包包裡面 起碼要十個二十個 我才會覺得 記得缺口罩碰到周老師 可以跟他借一下 對 沒有問題 但我有一個疑問 因為像 比如說我們已經很多口罩 因為已經疫情兩年了 那我自己 因為比如說 有時候我要丟垃圾 沒有垃圾桶 我會把它塞在口袋裡面 然後會忘記 那有時候我會把 我的口罩塞進去 折起來 塞進去褲子裡面 然後一直到我要去 從那個烘乾淨拿出來 遮衣服的時候才發現 但他已經洗好了 對 這時候可以用嗎 那不能用 我就是這樣子在罵人的 因為我們家就是有的 因為他那個口罩不用的時候 他真的是把他丟著 只要接觸過他們家就丟掉了 你這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風險就是 你知道嗎 口罩我們最擔心的 其實他的作用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隔絕別人直接飛沫噴檢 一個是避免你如果是一個確診者 把飛沫噴給別人 所以這 所以有可能是裡面有病毒 也有可能是外面有病毒 所以當你開始折疊起來 拿進去口袋的時候 你手已經摸到這外面了 所以你就已經污染到了 這個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又揉了眼睛 挖了鼻孔或幹嘛 這就有感染的風險 是第一個 那第二件事你說 可是沒關係 我這個時候如果剛好沒有 而且我已經拿去洗了 洗了又烘乾烘乾 家人應該會殺菌 那不就沒菌了嗎 可是問題是你這個時候 可能破壞你本身口罩 當時設計的這每一層 所需要的防護 他的百分之百的那個功能 他就等於說他可能降低了 他的保護的程度 所以這是這樣的情況 像這種樣子 我還要重新把這些衣服 再洗一次 因為剛剛那個 那個口罩已經外面都已經 你戴出去 你不知道有多少病毒 那你在我們的洗衣機裡面洗 把這個病毒 洗衣機要換一台 所以我是不是會重新再洗一次 問一下譚老師 這樣做好是對的嗎 他兩個強烈對比 一個是戴六次 隨便斷來繼續戴 一個是洗了 其實剛剛說去倒垃圾回來 我覺得這一定要換掉 為什麼 因為你倒垃圾是一個群聚 但是真的戴六天 真的不大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出去回來 其實在這上面落成並不知道 而且你的這個 剛剛蘇清講 裡面萬一你有什麼 呼吸道的 其實口罩只要有味道或濕了 就一定要換 那去群聚或者是人多的地方回來 真的要趕快換掉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病毒 這個是實驗室所做的 那他在這個物體的那個物體上面 會停留的時間 像這個這個什麼紙張的話 大概是三小時 包括鈔票也是三個小時 同是四個小時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口罩 其實可以達到多久 七天左右 然後塑膠是三天 然後那個什麼紙箱 大概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一天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口罩 不要重複使用 會比較安靜 我自己口罩來了 我的皮包裡面有二十幾個 你要把這個換掉 丟掉了 等一下離開換掉 萬華是這一波疫情的重災區 說到萬華 因為萬華是我的 因為我是萬華人 我是真的萬華人 那在萬華在十八年前 也是同萬華嗎 那個時候我在萬華 我住康定路 因為在康定路的時候 剛剛好一邊和平醫院 再來就是那個 那個叫人際醫院 還有一個叫麒麟飯店 再來這邊就是大理街 整個幫我們包在裡面 因為那個時候包在裡面 我們其實你那個時候沒有封城 因為那個時候封不了 好 那沒有封城也等於封城 因為怎麼講 你只要出去聽到萬華 聽到台北 大家走到沒辦法 真的那個時候生意 整個娛樂現在都沒有人 好了 那就到屏東去了 去屏東的時候 飯店我們像住比較好的 難得出來一間都帶出來 住比較好的 一間那民宿很漂亮 那民宿很漂亮 我們就在那一天 晚上就在那開工 泡茶 那東西出來吃 其實我們也不一樣照 但是有人看我們這樣子 你知道民宿都會這樣 那如果有人在泡茶 有的人會過來 過來就坐下 就問說你們哪裡來 我們台北來 他就站起來 本來坐下就站起來 那就問說 我說我們台北 我們曼家來 他就沒有再回頭 就走了 他就走了 我覺得很好 因為也不熟悉 大家就去我們就去 就變包場了 對 那後來呢 第二天早上 那個民宿的老闆就來了 他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 畢竟我們要生意 這生意 那因為有人去客訴說 不喜歡跟你們這樣子 一家人這樣子在一起 因為我燈兩天晚上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一天不要給你收 那哪裡 就意思是好像被我打 那我們就算了 也沒有什麼心情 就這樣子回家 所以這一次的 那個萬華的那個狀態 這個是朋友傳給我 萬華的接近 對 空啊 覺得很可憐 好美喔 因為萬華 一直都是屬於那個 車水馬龍 以前說 晚上要去哪裡吃飯 萬華 晚上要去哪裡做什麼 萬華 萬華包括洗澡店 也是二十四小時的 什麼都二十四小時的 萬華真的是一個不贏 什麼 但是問題呢 這跟萬華傳來 搞成這個樣子 都說是破口 我覺得不是的 萬華絕對不是破口 所以我們把每個人 自己照顧好 不要讓自己成為破口 對 所有的破口都是人 而不是萬華 不是哪一個點 都是不是什麼點 那我自己 為了不想成為破口 所以我就會 我從疫情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去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 我有我自己的 叫黃毅五寶袋 第一點 因為我一定戴那個手帕 這是學生會攜帶的 對 學生是因為我一點 你要看我這個包包 我還有一個小包 一個提袋 這提袋就是放這個東西 因為第一點 我們就不要去擦別人的東西 手帕一定要的 再來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之前我沒什麼 跟他在噴 這個叫噴霧 那以前我不好意思拿去 來噴 但是現在我是 光明彈簧的噴 我只要出去 我看到那邊我就噴 噴 我才碰 別人還會說 幫我噴一下順便噴 對 還有就是這個 這就是水力酸水 它有這個小包裝的 很方便 你自己戴 你出去 你自己要坐的環境 你稍噴一下 這個噴酒精不就好了嗎 酒精會有味道 有的人不喜歡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我做的 自己做的 因為酒精 有一陣子不酒精很缺貨嗎 那我就買 因為我有一個醫生朋友 他告訴我說 其實不一定要有酒精 薏餅銅也可以 他就看 去那個什麼 什麼店 那種材料行去買的 叫薏餅銅 那那個薏餅銅 還有我帶了一個東西 這個叫 洗手的洗手液 因為有時候出去 沒有洗手液 你只要怎麼洗 不一定乾淨 所以自己帶著一個洗手液 就去洗洗 這樣比較乾淨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防疫無法 那現在的家裡 我每天都用什麼 漂白水 漂白水 加水 每天都用洗手液 萬一我們兒子出去 有載病毒回來 我跟你講你不要害討 我們昨天有去做快篩 全家是OK的 採陰全家 因為也是怕 真的 我真的不怕死 但是我怕死的時候剩什麼 剩數字 它不是名字 它是一行數字 不要成為一牌 一條號碼 那很可憐 那很可憐 所以我不想在這個時間死 暗多少多少 對啊 而且你看他的家人 也不能去送 真的 真的很可憐 因為他就死了以後 就純數字而已 沒命 很可憐 每個數字是一個家庭 周老師我覺得做得很好 他就是完全的徹底 在防疫部署 問一下肅清 現在準備這麼多 給一些不同的這個噴法 或消毒水 都完全有用嗎 我有看到有人說 其實肥皂跟清水 是最有效的 對 我覺得它那裡面 我最喜歡就是它有 隨身攜帶這個就是 肥皂的液態肥皂 因為其實洗手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有水龍頭 你有水的地方 用洗手是最好的 就是先把它洗過 就是記得濕搓衝膨擦 然後內外夾工大力玩吧 把它唱完兩首生日歌之味 這個就洗好了 我這個不是乾洗手 第一件事情 就洗好之後要擦乾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手濕濕的時候 環境中的病毒 尤其這個時候 不建議用那個烘手機 因為之前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環境中的病毒 有些烘手機的設計 會使它更容易黏在上面 如果你沒有特別乾 那有那個 他在這幹嘛 這個給吸出來 這個就把它 這個把它吸出來 這是要幹嘛 這是要幹嘛的 吸出來 好 那只把它放進去 可是疫苗喔 不是疫苗 不是疫苗 他要看到疫苗 這樣看起來也是疫苗 興奮的 這不是疫苗 這個是香水 因為我不想那個 香水 那個什麼薏餅酮 它有一股那個 薏餅醇 那個叫 那個醫生罐的感覺 這是薏餅醇 薏餅醇 就是不想有那個叫什麼 好像沒有去醫生罐那種感覺 因為醫生好像都用這個洗 因為好像酒精在洗手的話說 很難 這個疫苗醇 這個要問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也是錢柏妤 他說他本來是網購酒精 就聞到濃濃的柴油味 他以為他買到是酒精乙醇 就一查是疫苗醇 不是醫藥用的酒精乙醇 疫苗醇對人體是 就看怎麼用 就跟他拿的這個一樣嗎 他這個就是說 你說他有沒有殺菌的能力 他也有 可是問題他有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用量比較大 他比較嗆的時候會造成一些 吸入性的刺激 對 然後第二個他會有毒 他的毒性是比乙醇高的 所以包括物食 或者是你那個吸入量太大 也會有中毒的風險 可是如果你真的沒有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你水也沒有 只有這個呢 這個還是可以用來當作消毒殺菌 所以乙醇比乙醇 對 但是這就是 他其實 你剛才說酒精很來對不對 這個比酒精來好不好 對 我就把他加這個 加香水這樣加進去 這樣 這樣香香 所以他用薏醇 這樣去噴是對的嗎 就是 這樣香香 如果你少量使用 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用是可以 但不要大量 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噴酒精的時候 會有一個錯誤的 是要特別記得 對 酒精不是噴完就好了 搓 對 很多人有沒有 把它噴完絲絲的 就好了 有時候要把它放乾 然後分布嘛 一定的時間 才能真正的殺菌